生活安定,但世界各地仍然有不少人面對著種種生活難題。 所有團體舉辦無以難民營, 讓市民可以親身體驗惡劣的生活環境。 實習記者范樂恒說下。 自己的國家發生戰亂,無可內涸之下都要離鄉別井。 去到邊境,先要用值錢的東西賄賂士兵,才可以入境。 到了營地之後,一生以為可以過些較安穩的生活, 但其實在新居外面,無論早上還是晚上, 到又握著槍的士兵、鑑視和威嚇。 在營入面,難民還要被迫學習另一種語言。 受傷的人也只可以在設備簡陋的醫療室接受治療。 住的只是簡單搭乘的帳篷, 連喝的水都要用穿著的鞋去交換, 還要不知何時會受到炸彈的襲擊。 究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,自己會怎樣生存呢? 這裏其實是香港一個無以難民生活的營地, 被參加者體驗在惡劣環境之下, 生存其實要面對好多的困難。 原來拿水過了一個時間,你想拿也不能拿。 就算餓死也沒有人管, 主要有人抬走你,沒有人管你。 我覺得今天的體驗給我感覺到一件事, 真是寧為太平狗,莫造亂世人。 人在一個難民生活中是無助、無奈、 也沒有自尊的。 就是他們有些事是不能自己可以去決定到, 甚至是有些基本的自由自尊都沒有了。 體驗營的設計人員說, 希望透過親身的體驗, 令到更加多的人關注男人的生活環境。 所以我們為什麼搞這個活動? 因為我們的世界有需要, 而需要人的幫忙。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話,他們也不會幫忙。 所以通過這個活動,我們的希望, 就是他們有一個行為的變化。 不就是下一次,所以下一次聽到問題, 他們就想,哇,我有辦法,我要幫忙。 根據聯合國難民處的資料, 全球現在有超過900萬名的難民。 亞洲就佔了超過500萬, 主要分佈在伊朗和巴基斯坦。 亞洲電視記者,法輪韓佛特,